而在今天的视讯会议当中 台南的志工分享了这个动人的故事 画面中这位吕老先生今年80岁了 他住在后壁 也是这一次的受灾户之一 一向他都在台北经商事业有成 是基于孝顺回到台南 照顾高龄103岁的老妈妈 才会遇到了这一次的灾情 他说水淹进来的时候 家里淹水至少有60公分 满地泥泞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慈继志工竟然出现了 来帮忙打扫 一直到整个家庭恢复干净的面貌 老先生的情绪相当激动 今天他再一次看到慈继志工来后壁 专程从家里出来到大马路上 找到了志工 除了亲手说感恩道谢之外 他还想起了自己住在台北的姐姐 也是一位慈继委员 当场打电话给姐姐道感恩 大水冲进三合院留下满目窗移 志工走在最前做到最后 台南市后币区区长上线表达感恩 淹水户达到1000多户 那还好有我们实际的后续资源 给我们提供扶惠床 还有毛毯以及便当 真的是非常感恩 80多岁的吕先生回乡照顾103岁的老母亲 志工协助清理家园 他忍不住打电话给做子祭的家人 悸动落泪 连续六天中南部的志工 克服困难准备热食 想方设法送进灾区 每一天所动员的都是2、3、10人 但是做的都是青蛙的便当 大家做到老干三 真的让我看得很感 里面有一户 里面有一户 雨停了顶着大太阳 也要逐户送上安心祝福礼 牵起一个又一个善姻缘 看到我们出去了之后 觉得说慈祭人让我有安心的感觉 所以说他再次主动提出说 我要成为慈祭的会员 我连出来的 我都出来 商人感恩志工 平时在社区累积爱的能量 这一回发挥守护人间的力量 雨大了 但是呢 可以这样的平安 实在是要受感恩 我们平常总是要净化人心 祥和社会 天下才能减少灾难 所以这一回真正的呢 我们都有做到 期许灾后 持续关怀老弱家庭 加强房屋相关修缮 举案思维 有备无患 大爱新闻 唐南军中江坡花莲报导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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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